各位参加台湾云端运算产业协会会员大会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两个 是政府开放式服务整合 还有云端技术应用经验的分享 我们先谈前半段,就是政府的开放服务整合 我们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政府提供的资讯服务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目前因为网站的前端跟后端是同时设计的 所以就会有最多只能做到单一入口多点服务的经验 距离跨机关的一站式服务,还有一段距离 针对这个挑战,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在面临目前这个多荧幕,甚至是对话式机器人 甚至是VR,各种不同的接取方式的时代 目前的国际趋势都是走向透过开放标准和共同平台 来进行资讯服务采购的时候,是分开来采购 也就是我们叫做Decouple Architecture Decouple Architecture的想法是 我们透过机器可读的API 让政府能够专心去进行服务的设计 然后呢,我们让前端各种各样不同接取的 开发者们去按照最适合的应用流程 好比像说一个对话机器人 好比像说整合许多不同的API所提供的服务 来给使用者最好的体验 这个就是所谓政府级平台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如果要落实这个策略的话 我们就要面临政府目前各部门的资讯整合 比较没有全盘的思维 以及各部门资料的整合运用 也有待加强的这两个事实 因此我具体的想法是 我想要加强现有开放资料 也就是Open Data的流程 希望在采购的时候 就先把自动产生Open Data这一部分 纳入机器减合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才能够提升各种政府服务的品质 让机器可读 格式开放 作为我们对后端服务的要求 并且让透过这个界面的索引 进而写回到这个后端 变成我们能够提供给任何不特定 前端开发者的努力目标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衔接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透过Open API 来达到自动发现 所谓API Discovery 只要有描述性的资料 来说明网站上哪些部分提供机器自动借接 那么一个城市就可以接取大量的网站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到让机器可以写入 如果这一点获得落实 不管是单一认证 这些机制出现的时候 未来各种政府所使用的系统 就不会受到线形设计界面的限制 如果出现新的载具的时候 只要找到机器可以写入了端口 就不需要再重做一套系统 所以透过这样子Open API的推广 我们希望达到以下四个效益 第一个 利用公用的标准格式 好比像说Json LD 我们可以节省后续处理 跟跨部门接接所需要的成本 第二个 如果需要新增或调整功能 例如新增两个系统之间的自动订阅 借接的功能 那么任何系统服务业者 都可以在现有的API上面直接进行开发 第三 在需要的时候 例如像建置一个对话性的这个Bot 或者是说一个行动版的网页 都可以快速的更改服务 而不需要去破坏原本的API的设计 最后 它可以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 本来要在好几个网站上面进行的查询 未来越来越多的就会在特别针对那种需要的界面上面处理 这样子有助于增加使用者对政府资讯服务的信赖度 事实上 为了提供开放资料平台使用者一致性的OpenAPI 国发会已经率先示范 在7年7月的时候公布了 共通性资料存取应用程式界面规范 这个是以RESTful风格作为主要基础 来订定开放资料平台 在应用程式界面上面的呼叫方式 语法规则 以及所提供的界面类型这些项目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就会是提供一个机器可读的版本 可能是用OpenAPI Standard 来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自动资料接接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为了深化OpenData OpenAPI的发展 落实开放政府的理念 公共工程委员会正在研议修改 机关委托资讯服务厂商评选及计费颁法 以及资讯服务采购契约范本 未来我会协调工程会和国发会 把这些原则加入评审的加减分项目 并且运用现有国际通用的验证机制 来协助自动化验收 希望逐步达到机器可读 格式开放 界面索引和机器可写入的目标 当然以上讲的这些想法 目前还在研议的阶段 今天除了向在座各位报告这个消息之外 也是想透过这个机会来抛砖引玉 假如大家对这个案子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或想提出其他的建议 我们会请公共工程委员会 在修正草案跟其他的研议记录 放在手上 但是还没有定案的时候 都奉在国发会的我们叫做仲开奖 也就是join.gov.tw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我们会至少有60天的时间 进行多元透明的相互对话和讨论 这样子往后的修改内容 以及征询各界意见的程序 就可以在落实开放政府政策目标的同时 也能够贴近业界的实际发展 好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演讲的第二个部分 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云端技术应用的经验 简单来说 在我担任政务委员的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办公室的朋友 是用我自己就是架设的这样一个云端的服务 在进行我们内部的作业 这个云端的服务是建立在Sandstorm 这个平台上 这个平台它后端的技术其实就是Linux Container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惯用的一些开源的软体 好比像说用来取代Drawbox的OnCloud 好比像说用来取代Google共笔的这个EtherPad 好比像说我自己就是开发以及维护的能够取代这个线上共同试算表的EtherCalc 所有的这些服务呢都能够被包成一个我们叫做SPK的档案 就像一个Android的一个APP一样 能够直接把整个服务把它包进一个Linux的container容器里面 那这样子的部署的好处是说 只要任何城市开发出来 它是相容于这样一个container的规范 我们就可以直接让使用者就像安装手机上的APP一样 直接安装上去 所以我们在院内的不管是共笔 或者是共享档案或者是共享试算表 都是运用国发会所建立的 政府的云端服务中心的这个平台 在就是Linuxcontainer上面去直接让部会的朋友来提供 这样子的好处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改善政府跨部门之间的作业流程 让它更加透明公开 操作上面更简便 举实例来讲 我协助主持的所有的会议都会请速录师进行注字记录 那我们在这个政府云里面呢 我们就请参加的可能是三四个不同部会的朋友 回去之后都有十天的时间 把这个记录跟他们实际的承办人员跟其他的部会朋友进行分享 然后呢再提供更多的资料之后 在十天之后就公开在网络上面 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们在协调这些案子的整个过程 这样子的好处是我们希望透过以身作则的方式 让更多公务部门跟事务班们自愿的学习跟自愿的仿效 我们这样子建制的这样一个空间 它的名字叫做PDIS P-D-I-S 也就是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办公室 也不是一个什么推动小组 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阶级 不分内外的一个开放空间 就好像是我们把办公室的四面墙拿掉 大家都可以自由参与 这样的精神跟我们之前在社群推广的 开放空间科技Open Space Technology相符合 所谓的Open Space的意思 就是像是一个黑客松 它并不是大家一进来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规则 带着自己的议程 它是非常动态的 整个议程是由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决定 大家各自形成聚落 各自决定要做什么 而运作的基础是彼此合作的意愿 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精神带进工部门 来增进跨部会的互相合作 而这些云端的技术 这些共饼的平台 是我们具意达成这样子的工作的基础 未来PITIS建制的各项工具 也将成为我的办公室 向大家分享工作进度 以及分享成果的地方 所有由我们所协助的计划 它的内容 它的目标都会公开 同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重建民间跟政府之间的信任感 以及获得民间更多早期 对政府施政意见的回馈 简单来说 我们希望孕育出一种开放政府的新文化 这样子的Open Government 是建立在Open Data Open API这些技术的基础上 但是最后还是要透过人来执行 这也好比像说 当提款卡还不普及的时候 大家去提款的时候 可能会带着存折 带着印章 但是后来呢 随着技术普及 一张提款卡 其实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它可以验证你的身份 它可以跟户头连结 它甚至可以转账 甚至可能当作信用卡使用 这样子因为改变而带来的方便 久而久之就影响了人的习惯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建制云端服务的时候 一开始是以大家最习惯的 好比像说文书处理 或者试算表为基础 但接下来 在能够照顾到资安 以及个资的这些考量情况下 我们也会开发出一些 本来纸本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作业 那所有这些呢 其实我们都非常欢迎 就是政府外公司协力的 这些朋友们一起来开发 我们也会致力去做一个 不但把政府里面的资讯 跟资料跟外界分享 也把外界所建制的这些服务流程 有系统的引进政府内部的 这样子一种想法 所以说虽然工部门也许 本来很习惯纸本作业 但是我们改变它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只要能够一次 再一次的透过云端的技术 来证明说这是更有效率 自动化的程度更高 帮大家节省更多的力气 我相信大家还是 渐渐会养成新的习惯 这个过程 我们绝对不会用由上而下 让人感到有压力 破坏式的这种改变来出现 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步调 在工部门里面逐步的去融入 那非常感谢大家聆听 也祝福贵协会 汇运昌龙成长茁壮 谢谢大家